还没有 这是切的是导播镜头 好 大家天黑 请闭眼 请大家双手配戴面具 背部仅靠一背 闭上双眼 不要肠外 为什么这个没有连雾脚吗 好 大家天黑 请闭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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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个好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三号玩家发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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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是给好人捣乱还是给老人捣乱 我不知道好吧 你一定是在给好人捣乱 你一定拿不起一张好人牌 因为你在井上已经开始做工作 其实酒在井上的发言我觉得不太好 因为酒起身我感觉它有点像做工作 确实 它去定乱是个好人 去采那个三 采那个四 但是酒在井上起身的发言是 它是想表水 但其实我觉得酒井下的发言还可以 好吗 酒这个井下的发言其实我有点想认下它了 但是我觉得八是个非 好吗 八 你在这个位置你去聊 你的狼坑已经爆了 好吗 你说六是个非 十一是个非 你站七的边三是个非 四是个非 一 二 三 四 你还是踩了那个五 你说五是个非 我觉得你狼坑那儿爆了 好吗 怎么说呢 我就站这个三的边 为什么站这个三的边 三起身 聊这个一 聊的心路历程 当时时还没有退水 那三心路历程一出来 我就知道这三一定是个原家了 好吗 请你七在这个位置聊我十一 你说我十一定带身份 我是一张什么身份 那你拿刀来是吗 在这儿激我干嘛 好吗 你这个七一直在激我的身份 好吧 我是一张比较挂象的牌 所以我看完牌我直接戴上了面具 好吗 我要站这个三的边 十二和二的发言一出来 就是两张好人牌了 好吗 那一是三的金水 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四这个位置我不知道 交给你三去定义 但我觉得其实四的发言和状态 我觉得看起来偏好 好吗 这个五 我觉得五一定是个非了 那你告诉我十在这个位置 去井上后置位 丢一张金水的收益在哪儿 我不知道 好吗 十起身干个工作 那五我觉得很有可能 做成这个十的狼队友 这个七在这个位置 是一张起跳的狼人牌 五 七 十 我觉得八是个非 六八两张牌里边 开一个容错率吧 因为井下三张牌 一 十一 六 如果说是四郎在井上 那井下都是朋友 对吗 去定义这个八 我觉得六八里边 就是开一非 但我觉得八的非面 比六的非面要大 好吗 其实六的发言 我能认下 但是是一张在井下的牌 我不知道井下会不会开非 交给你三去定义 好吗 我是一张好人牌过 请十二号玩家发言 先感谢一下天津JYC 还有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想问 谁给我点的 但是JYC一定给我点了 然后 那个 我晚上会去守十一 就是 你们五六七八九十六张牌里面 你们既然选择狼 位置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选择独狼上井呢 你这个十 骑身干活 我点过你的问题了 你这个五不认 那无所谓 反正为什么要把六放进去 因为六 就是一定是三七的轮次 你为什么要点这个十呢 在十现在是一张公共狼 跟狼美人的牌 你票一定要举到十的轮次 所以我觉得 你可能是那张 就是一张狼牌在里面 好吗 我只是觉得你 这一点是不好的 这个九呢 我不知道 就是你起身第一 就是你井上的发言 我觉得你不好 但是你井下这个发言的话 如果十个人 就是你们六个人里面 要宅的话 一定先把九宅了 然后为什么要定七 一定是个肥 八一定是个肥呢 七你告诉我 三十两张牌 是打格式的 你起身张口第一句告诉我 九张口就是个肥 那你告诉我 四十你的茶沙 五是个肥 三四五九十 狼坑呢 你起身要保这个一 保这个二 别人的精髓你都保了 你不保我十二吗 对吗 你 你就是一张 你这个七 狼坑盘成这样子 我不去点了 你一个八 你告诉我 三逻辑爆炸 七狼坑盘炸 那你三是一张 愿家牌 前志位只听了 二十二两张牌 都不认识这个十 他认识是一张汉跳的 他井下 验了一张精髓 他要去盘井上格局 他不去 他井下订两张身份牌 有问题吗 你去打这个 他的井会流 然后你告诉我 七狼坑盘炸 是个愿家 三 那个格局盘错了 就不是个愿家 你这个八一定是个肥 好吗 七八定匪 然后 我觉得六可能是 那个容错率 九千载载 我觉得五十两个都不好 今天一定出这个七 我晚上会守这个十一过了 请一号我再发言 一号发言 是这样的 其实你这个十二号 我觉得这个和 这个位置跳不大合适 但是我想了一下 你做 如果你是个 肥 前置位的焦点牌 就前置位的牌的狼坑 已经满了 你是个肥 你最好的方法是引下来 你不会跳 所以这个时候 我还是勉强 勉强 勉强性了 好吗 我点了狼坑是 五七八十 容错率在这个六 为什么呢 这个五是个肥 就你井上 你认为四只张牌可以保 四是要铁战变三的 但你却去打三的 井下 你直接又不要这个四了 你要在面这个七 你还用七来验你 你的发言 我不用点评 一定是个肥 七只张牌井上 你没有必要让这个十一 直接牌身份 而且你对井下的视角是缺失的 你眼里没有这张六号牌 这也是我放不下你这个六号牌的原因 井下的话 你直接把这个五号捶死了 正是因为你捶死这个五号 我才知道这个五一定是个肥 因为如果五成立一张好人牌 他已经钻你狼坑了 你没有必要把他打死了 所以你五七这张肥牌 八这张牌 其实七井上是保了你这个八的 我有盘过你八的好人 那你两轮都在帮这个七冲锋 你的行为我觉得有点怪异 好吗 有点怪异 本来我想盘五六七十的 但我觉得你八可能填了六的狼坑 没关系 你把这个六咽了 六是个精髓 他直接就出局了 好吗 然后的话 这个九七井上确实是有点开眼 但是井下你的发言 我认下了 好吗 你发言我认下了 十只张牌 你应该是个狼美人 好吗 你应该是个狼美人 你井下你告诉我 三这个 什么四七是狼采狼 四前之位都打到 给我打成这样了 站边这个三七还这个位置 把他给点出来 还去查杀他 我吃不消了 好吗 你是井上这波操作 井下你没有给我们交一份作业 你就说你是乱嗨一波 我不信的 好吗 千里盘出四七狼采狼这种逻辑 感觉你这轮是想把四推的 但你认为要人三欲人家的 太炸了 好吗 太炸了 我暂定是五六七八十 五张牌出四个狼 六八开一个容错率 好吗 过了 请二号玩家发言 哎呦 我这个牌我觉得五跟十蛮可怜的 这个三是说五是个定狼 七说五是个定狼 哎我们都不认 他们两个都不认识你 我们也不认识你 找个人领养你 就是都不要了 这个十也是没人要的 都说十数句五十句 哎不是这个牌 你去牌三十个狼 不现实的呀 我先牌一点啊 你说十是狼牌 你说三十是两狼啊 那十起跳发五金水 三对着十说 你做不成冤家 做不成冤家 那换句话说 你说三四五十 四张狼人牌 那井上是三四五七八 三起跳就抱你七八 八叉又怎么样 他知道这运营家 一定出在里面了 我这张狼牌 我就抱七叉 抱八叉 总归叉到运营家了嘛 所以我觉得你的视角 真的不对 那这个基于十四张狼 美人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五是个狼 是为什么呢 其实井上第一反应 我认为实在汉跳 那他给五发叉 大概率是狼队友 对吗 这是最基本的逻辑 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样 所以我觉得五这个位置不好 那但是这个牌 现在七今天你一定出局了 就不管谁 一定出局了 因为我一定是个好人了 我在末世帮已经帮他号票了 他是个狼 他已经出来了 对吗 所以你其实今天就出局 那我认为这个牌 八不一定是个狼 因为你们要打 五七八十四张狼人牌 这是最像的 对吗 但是你认为狼 一定真的不出在井下吗 因为你想啊 你们把十二宝了 一是个好人 一是金水 我是张好人牌 你是张预言家 四十张 四十张被查杀的好人牌 那么我们这边是五张好人牌了 那五十一这个位置 你觉得不出狼吗 那因为七已经汉跳了 五十一这个位置 你们把五定匪了 那六十一你们觉得 到底出不出狼呢 对吗 如果说你们觉得六十一 还不出狼 那边是三连狼了 对吧 你们自己去盘这个位置 好吗 反正七今天一定出局 我认为井下还是会出狼 六的发言 你们说他倒钩 但是我没跟他打过 我打过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倒钩 因为他都是好人 那六的发言 是叫七一定去死的 那发言已经就想喷了 他恨不得自己去查杀齐了 对吗 所以我觉得六如果倒钩 玩得好 但是你今天地井会留 所以你的身份不需要定义了 所以我觉得八跟九放一放 至少先放一放 好吗 明天再去盘 九其实井上像个好人 但是八呢 他那个发言呢 我觉得 因为你家十七岁 对吧 他最多十七岁 给一点容忍度了 干嘛啦 让人家打一打了 玩一玩啊 漫年明天你家跳张身份 出来你们尴尬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吗 今天七先出局 你去验六我觉得靠谱 今天六的话 十一请表一下水 因为我觉得井下还是会出狼 如果我认为你的发言OK 那么九八 去表水 就这么简单 没有位置了 好吗 没有位置 因为我觉得狼队空间 因为五十你们都不要了 那我们也不要了 都出局 两张狼人牌定掉 一张预言家牌 汉跳远人家出掉 那还有什么位置呢 对吗 好吗 过来 请三号警长发言 我喜欢拿这张牌 一点发言空间都没有 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认为八号玩家 可以抢救的一点 就是在于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说了 对你是有容忍度 且你的发言真的 很一本 就是很正气的在发言 我不能把你盘成是个狼 你对比一下五跟十的发言 跟你状态完全不一样 我今天一定会去翻六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十一是个好人 一是我金水 十一是个好人 我翻六是最有收益的 因为七八已经打成联合了 我先说一下 七为什么一定是个狼吧 七是个狼的点 因为你盘了 你井上已经盘完了 三四五十是一定是四张狼 盘你已经定死了 在你眼里一定是定死了 那定死完 你对井下就没有任何容错率 井下一定是三好人 那三好人的情况下 五三跟十一定做成狼的怎么办 因为十起跳 三猛喷十 喷到十在四发言的时候 十退了水 三十一定不共鞭 你的罗地自己把自己给盘死了 那五为什么是个狼呢 因为五起来你就打四 五起来你为什么急着打四呢 你应该先去定一十呀 你对定一十呀 你说你起来 开牌看了我 我从来没有看过你 你一定杀了谎 因为我跟你从来没有对过眼 我只我只盯着一一直看我 所以你一定杀了谎 那十是个狼也非常简单 因为十你起来 你说你要在那边三 七是狼 四是狼 狼查杀狼 那在你眼里 四一定得是狼美人 是不是逻辑 因为你想想看 十要四出局啊 在你眼里是一定得拿狼美人 你从来没有聊出过这一点 你说七跟四 可能拿狼查杀狼 那在你眼里 然后美人出战狼 是不是只能这个四号玩家 你没有聊出来 所以你一定报匪了 我认为有可能 就是容错率只在 只在那个 六跟八里面开 九已经宅出来 因为九你想想看 我们踩九 我从来没有踩过九 我说九我定义不了你 为什么 因为十跟我汗跳 你说了十篇好 所以我定义不了你 我是出于这句话 那为什么十好 因为五猛聊 十猛聊 他们都不敢踩死 因为五说 九一定不是狼 九一定不是狼 那不是狼你打狼出来啊 对吧 那九就可以宅 那只剩六八出来 就是五六七八 十 五张牌出四啊 你发言完 我怎么发言啊 今天把七出 我的人哦 我觉得你排的是对的 十像一个老美人 我们今天出七 晚上我验六 这是最稳的 守卫你自己看的办 我相信你守都对 我们这把很好打 我能保全保下来 四你想想看 他们七 五 十 全部要干四张牌 敌意不当 四张牌 可以保 其他发言我觉得还可以 今天把七出了 晚上我验六 我没什么好打 我这个 真不想拿这个牌 所以玩家翻译结束 请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七号 大家准备投票 慢举无效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六号 九号 十一号 十二号 投给七号 五号 投给五号 七号 十号 投给四号 八号玩家 气票 七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我说 七号玩家留一言 我认为你们 哎呦就是后边 好人战斗队的 不太想去 跟你们再盘 我警上的那个 发言的逻辑了 我 你们那边 后置为白偶发言的时候 说 尤其是十二和一 那个位置 说我对警下的视角 有所缺失 你告诉我 我警上已经找到了 三到四张狼牌 我大概率从那五个人 从我点的那五个人里边 定了四张肥 你告诉我 我还需要从警下去验谁 好吗 你告诉我 十这个位置 警下 警下的时候 我是张平民牌 我警上就想玩一玩 大哥 这个是全国总决赛 你告诉我 你抓个蛋 要警上发个金水 我想警上玩一玩 你发言不是匪士什么 对吧 警下这个时候 我认为十跟我一起举个四 这个试票就是在给女巫看 我认为你一定是个狼美人 四是我的茶茶 三是个汉跳的 我说了五这个位置 你这五三票自己一票 我认为你也拯救不了自己 你明天 无非是你们狼刀领先的情况下 你明天让五发言的时候 五给你跳张枪 跳个白痴 没有白痴 最多你能跳张枪对吗 你告诉我 你们三四五十 警上的发言不是匪士什么 我去跟这些战错 另外几个战错队的好人去说 这个八一定是个好人 这个六我认为不是匪 我认为你能拯救 就是因为我警上的狼坑 挤满了 四是我的茶茶 三是个汉跳的 十告诉我警下是个平民 你告诉我的不是匪是啥 我听 我对九十的定义 完全是从五的嘴里出来的 五那个位置 你告诉我 去打了四 打了四以后 你告诉我 九可能是个好人 十那个位置有身份 你告诉我 十警下给你拍了什么了 你告诉我 你去跟我们讲 十不是个女巫 就得是个枪 那你告诉我 警察他拍个名 这个时候他不是匪吗 你举自己一票 如果你是个好人 如果你是个好人 你告诉我 你举自己脑子上 一票有什么意义呢 你举完这一票 我认为 九那个位置可能是匪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那个九的发言事 你指出来我警上哪里报匪 那你告诉我 你警上前这位 那一波发言的尬聊是什么的 你作为一张好人拍 你告诉我 你警上干了什么活呢 对吗 本剧游戏 我是个狼 我的狼 我的匪队友只有八一张牌 那你告诉我 我的匪队友都去哪里了 三四十 这个五 你举了自己一票 明天你是个枪 你自己去聊吧 我认为你们警上 如果你们其中有好 如果你们警上有好人 你们警上干扰了 我预言家的视角 那你 我到这个墨制位 我能怎么发言 我警上能找到了 我认知里边的 三到四张狼牌 那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发言 好吗 晚上女巫去把这个三泼了 把三十个汉跳的手里边握着警惠 好人 第二天就可以 晚上今天女巫不开读 好人就交牌 好吗 过了 七号玩家 演演结束 请离场 大家准备天黑 天黑 请闭言 刚刚那个 我觉得五七十是比较明显的三个狼 其实这种局能够 就所有好人第一局 就基本上都没有站错边的 六号玩家还挺亮眼的 他在锦下第一个发言 直接点了五七十 对对对 十一号玩家也很亮眼 十一号玩家不光点了五七十 还把六号玩家给保下来了 我觉得能保下八号玩家 当然了最优秀的当然是我们的三号玩家 阿璐冤家 是我们水晶天使的 把这种 把八号玩家这一张 思路上是站错边的好人牌 强行保了下来 但其实我觉得 警惠留留留到八可能要好一点 因为八 但是其实好人都把八也保了 因为我们知道板子 我们知道板子 最后一郎不是那么好找 就是可能这个八 没有精髓的保护的话 还得表水 表不过关 有可能会出局 可能抗一腿 所以不知道 这个局蛮明显的 因为七起跳之后 就看能不能找到最后那张四号牌了 对因为按照七的逻辑打 他必须打四郎上井 他一直重复的就是四郎上井 但是这个狼团队是不成立的 当时三四五十这个狼团队在井上很难成立 仔细想一想就知道了 十是个狼 翻了五狼头半斤水 三是个狼 第二个位置起跳 然后四是个第三张 碎骚的是四 三十两张 埋出 哎呦你们都不对 这个十一定报匪了 怎么样 所以打三四五十一定不成立 且仅下三票在他的世界里都出了肥票 所以这个七这个汉跳的方言一定不过关 换句话说 如果他是个冤家发这种言 就是图成的 他汉跳也只能这么打吧 也没什么 中局可能狼队能赢得靠最后一张狼人牌吧 就看四号能不能勾住了吧 对 但其实我觉得四号聊的也一般 因为首先这种局我们预测一下 六验出精水来之后 如果是十吃毒 十大概率连走冤家 就是说冤家没有验人了 就常只剩下六一张精水牌 但是有所谓 那么位置排一排 可能八应该要出局 八出局之后 看看十一的表水能力 能不能跟四去PK了 因为一是精水 二一定保掉了 对吗 其他的就看四这张狼茶狼的倒勾狼 能不能跟十一PK 八应该 猎人是谁 还有个猎人的吧 我也觉得填掉 我猎人没仔细看 六张牌其实是吃了身份的 我觉得四号的扛特位不够 对好 我们看一下 那边结束了 可能会出现狼美人带走好人的情况 好的好的 把那个 一天亮了 昨夜三号 十号 十二号玩家死亡 请三号玩家移交你的警徽 警徽再给六号玩家 请六号玩家亮灯 请四号玩家离场 请今早选择 请左锦右发言 五号或者八号 硬碗不宣布 请五号玩家发言 我是个平民 不是个枪 但是我这个轮次不能认出 那我给你们表水 因为 是这样的 我拿安排之后 我确实看了三 我一直在看三 他如果没有看到 我说了个黄 然后 所以我紧张 我先问住 我觉得三可能是个狼 因为我发现 是跟你们讲了 那这一轮总归是五八的轮次 对吧 那我底牌是个好人的 我觉得八是个非 因为没办法 最后妈都不要我的 因为我想我七十个预言家 我那么跟他讲 那么他总归把我这张牌 他是个预言家抢救抢救 对吗 那还来打我 那么十那张牌 四张狼美人 你觉得十四张狼美人 会直接就上你发我金水 然后退水吗 就我们这么做衰的 就因为 就因为就是四打了一张十吗 对吗 那这个又是女巫总归 再这样出来抱抱饮水 对吧 我觉得十二是个只为 三是个预言家 那么我是个平民 那么如果我被推了的话 我觉得狼闹在线 所以我这轮我先不要抱着水 那么先把八出了 下轮我去跟二批 好吗 那我这样错了 我这样回来 行吗 好吧 过了 请四号玩家发言 就今天五出局 八九生死批 好吧 明天 就你五为什么四张老人牌 昨天你的师也一定是报废 你井上任我四 是一张好人牌 一定是张好人牌 你预言家都没有分清 你说我四是张好人牌 七在井上给我四丢茶杀 井下 你 你 哎 井下你就 我四打了一下五 对 我打了你 然后你就说 对 战面这个七 对吧 那你五是张什么牌啊 对吧 摇摆不定啊 对吧 是因为四张好人牌配置低 对吧 不可能啊 五一定是张定飞啊 就 你自报吧 自报 我们就听不到八九发言了 你如果不自报 我们还能听到两轮八九发言 对吧 想想清楚 好吧 就这样吧 对吧 是个平民牌 哎 我井上就把这个十锤死了 井下直接把这个十一保了 对吧 我说六听听发言就好 我说三 其实把那个八验掉 收益是最高 他非谁又验这个六 我就是把八验掉 收益是最高的 好吧 你说给他容忍度 就直接验他嘛 对吧 本来是要打他定飞 如果给他容忍度 就给他一验嘛 对吧 他井会流打一个六 我就没必要 我井上就说 我觉得应该是六 十一 跟几下一都是好人牌 好吧 就这样吧 出五 然后八九里面摘一张出来 我们听听发言 真的自报吧 游戏早点结束 我们下去吃点东西 抽抽烟 好吧 过了 请二号玩家发言 这个牌 一二 四三张蛋牌 狼怎么赢啊 你五一定是个狼人牌 十一 九 八里面 六 还有一张身份牌 还有两张身份牌 怎么赢啊 你们告诉我呀 我不知道呀 我觉得十一这牌 因为狼知道七一定出局了 因为七跟十 还有五已经定掉三张狼人牌 所以狼去倒沟 怎么发言都可以 怎么发言都可以 因为大家都可以认为他是个好人 但是我认为狼还是会上井的 还是有井下 所以我觉得十一有身份 五号玩家选择自报 大家进入天黑 天黑 请闭眼 我们刚刚好像剧透了一下 狼茶狼的那匹倒沟狼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 阿璐如果当时选择 把八这个位置验掉 可能更好一些 因为从第一轮的视角来看 因为你不是说你做一张愿言家 你的发言 你可能觉得他能放一放 到时候到了他的轮子 其他好人可能认不了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验八的话 好人会更简单一点 有一点值得一提是十二 不是 对 这种局应该是 应该是狼美人连了三 然后当天晚上落刀了狼人心 眼中的一张守卫牌 说这种局 要看吧 如果四号玩家 我们就看四号玩家能不能赢吧 四项赢得连续扛推八 连续扛推九 甚至要扛推到十一 才有可能赢 因为我们已知的守卫并不是那张十二 就是说守卫还在场上 其实四发也蛮正的 但是你如果作为 就是如果作为我们来看 我们知道板子的去听 去找他的漏洞 他一定是有的 他的视野很奇怪 包括上一轮 他跟这个五级欲让五字爆 是有一点点卖的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有站坐边的好人 所以大家的视野暂时到不了 起码他是PK的 对对对 就看十一和九的表水 主要看四号玩家心态怎么样了 其实他心 我我觉得他心态还可以啊 他聊天的状态 没那么紧 其实他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他的视角跟预言家是共享的 所以不应该去表水 好我们去看一看 那边白天的情况 一天亮了 昨夜平安夜 请今早请得 今左今右发言 四号或者八号 请八号玩家发言 八号玩家发言 八号玩家是双好人牌 是双普通村民牌 现在的话首位应该还在 我说一下自己吧 就自己站坐边了 但是给你们说一下 我之前在想什么 就听到三号玩家跳呢 我觉得是他跳得很差的 他井下留两个井会留 我是不想认他的 然后七号跳呢 我也觉得很差 因为他打了五个狼坑 但是两个差起来呢 我比较相信七号 就原音跟你们说过了 我觉得他像个狼的话 不应该点五个狼坑 你觉得他点五个狼坑 有什么收益呢 就你他点的五个狼坑 有六号所指的 五号跟十号两个狼 我就觉得六号是狼 那个时候 因为七号点的狼坑 有两张是六号认的 但是六号不认七号 我就觉得六号是狼 但反过来原来六号不是狼 那么我错了 对吧 所以七号玩家是个狼 我站错边 但是我之前想的 跟你们说清楚了 这轮我要出谁 我跟你们说 我想出这个十一号 为什么想出这个十一号 跟你们说一下 就是因为那个狼的格式 五是狼 七是狼 十应该是狼 被读出去的狼美人牌 他们三个五号是打冲锋的 这个七号也是打冲锋的 在我的视角里面 狼应该会 那个格式会谈得更清楚一点 应该会有一个倒沟 好吗 这是第一点 这个十一号是倒沟 第二点就是井下 井上井下的问题 井上呢 就我们这几个人嘛 井下一号 这个六 这个十一 一号被验出来是个精水牌 六号被验出来是个好人牌 那你十一号是什么呢 就从这两点 我觉得十一号的身份比较低 就为什么不打这个九号 因为我回到原本 在井上的发言 九号一开口 我觉得像着好人牌 好吗 我是这么想的 而且你们回想一下 这个七号打九号的时候 七号的井上的发言 一开始呢 他是点九号是个狼吧 请让你记得清楚 他一开始点九号是个狼 然后后来说 如果九号是个好人 再把这个五 再把这个十打进去的 所以说九号跟七号 我觉得大概率 不是一个认识的关系 如果七号跟九号是狼 七号把九号给打死 就不应该把他再抬上来 七号在井上的发言 说九号你开口就是狼 然后又说 九号如果你是个好人 那么五号十号上狼 所以九号 我觉得像刚好人牌 那么外之位 这个一 这个二 这个四 我盘不到了 因为四号 的确挺上狼 但是七号查上了他 不知道好吗 所以说 就根据这个狼的格式 跟井上井下 还有一开始井上 那个发言 我觉得九是将好人牌 十一号上狼牌 我自己上好人牌 我自己所想的东西 给你们说清楚了 好吧 我上普通村名牌过了 请九号玩家发言 为什么要那么严肃 十二天平安夜 你们不应该高兴吗 我这么开心 我出来平安夜 我在笑 你们狼队交牌啊 交啊 你上轮压个手 都跑得掉 对吗 压个手都跑得掉嘛 你们狼那一轮一定 就是你们狼那一轮 只针到十号玩家 你看十号玩家 我举起嘛 举个四 是不是 我说是谁先说 他是个狼没人的 是我先说的嘛 我定了十五双狼嘛 对吗 因为我觉得你八号玩家 你们都要对他有容忍度 那我也对了容忍度 我不盘他 我办的是七十五嘛 我没盘你八 我其他狼都不想点 对吗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吗 就很简单 就这个样子 让游戏更加简单一点 十一号玩家 你有身份直接拍 我四张普通村名牌 他也一定四张普通村名牌 他要打你了 知道吗 你如果是有身份的牌 你就拍出来 后之位全是好人 对吗 他是个狼 拍的身份给你们重叠 直接起来 怕干他是不是他就出局了 这游戏算简单的嘛 你没有身份就不拍 你没有身份不拍 我们这能出八 那游戏怎么赢得了 普通村名牌 他砍什么吗 他砍得完呢 这么简单 过了 请十一号玩家发言 十一号玩家发言 就是一张清明牌 好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狼队还不交牌 最后一狼 已经开在八九了 四那个位置我爬不到了 一二两张牌一定保了 六十个精神 八九两张牌 我本来想说 这个八的好人面 那个环节他选择了亚首 但是八本轮的发言 跑过来踩我 我一定是一张好人牌了 好吗 但是八九两张牌 其实我觉得 八号在这个位置 去保了这个九 其实九号 如果我们回到第一天来说的话 就是第一天的话 一定比后边的话 要更真实一点 因为后边的话 你可以再去编 第一天的话 你准备的时间比较少 如果从第一天的发言来说的话 这个九的肥面 一定是比八的肥面大的 但是八在本轮 又去踩了我 去保了这个九 我不知道好吗 总归场上还有个敲 还有个守卫 好人的轮次一定是够的 好吧 八九两张牌 六去归吧 随便出 我觉得游戏一定会结束 好人一定会胜利 不知道你狼队有什么 还不叼牌 好吧 场上还有两个神 一二 一二三四 不是让好人牌 八九两张牌里边 其实我更倾向于出这个八 因为八去保了这个九 然后踩了十一 好吗 但是九 但是其实九第一天的 第一天脚上的发言 现在小文真的有点放不下 但后面发言确实还可以 好吧 你八者去归吧 我们是让好人牌 过了 请一号玩家发言 八保了 初十一 好吗 初十一 因为如果现在八还要成立一张狼牌 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八那个位置 就我第一轮的原话是 六接近水 你八直接出局了 六如果真的知道 就八如果真的知道六底牌是个好人 那么他下一轮就是扛推位 他一定会冲了 好吗 他没有必要压手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就现在这个局首出平安夜 狼队想赢 起码得扛推两张牌吧 他如果去保了这个九 他空间更小了 他保了这个九六金水 我一斤水 四这个翻 他退不动 他又不去打二 干嘛呢 但凡八是个狼 他这个时候的工作 一定是保了九去打你二十一 他要为他接来的扛推位做一个铺垫 但他保了这个九打十一 且没有打二 我觉得像一张好人牌 他是个狼的话 他干嘛呢 我觉得你十一这轮发现很虚 真的挺虚的 状态挺差的 好吗 这轮你十一先走 就如果说初十一游戏不结束 应该是结束了 因为十一 因为九只当牌我能认晓了 我能认晓了 你锦商虽有点开眼 但现在看来你说的是事实 锦商却是开一张狼牌 那你既然锦商没有说谎 我觉得你锦商做的是 是在帮好人做事 那九只当牌我就放了 四只当牌我不会去盘你狼才狼 因为正如我第一轮的观点 如果你四真是个匪 你都勾成这样了 气不会来查杀你 给你继续做身份 因为你身份已经很高了 所以七只当牌 四只当牌 一定是当好人牌 这个二号牌 我第一轮听你对十二号 以及对十号 以及对九号的评价 是很合我心意的 所以这个二号牌 我也能放 反正出人的轮次 先十一 后九再八 但我大概觉得 初十一游戏结束了 八只当牌 我想保一下 好吗 够了 请二号玩家发言 哇 那这个牌我是个狼 我是不是一定赢了 啊 这把我蛮想当个狼的 这个九 我想一想 你们回归到第一天锦商的发言 你想这个十已经定义为 是个狼美人了 那这个九 为什么要说十是个好人了 那么狼队大哥是说 十你起来汗跳 或你十下来瞎搞 领着瓶读出去 那九不会对着十 说你是个好人的 因为十是一定要出局的牌 对吧 九不会说十蛮好的 然后十随之起跳了 那十出局 是不是九跟着出局了 所以我觉得九可以放掉 先排掉 那这个牌就是八十一顺处 你想这个牌 场上还有个守卫 对吧 那我们一共七个人 确定只有一张狼人牌了 我不知道好人怎么输 六还是个精髓了 你四就排掉了 一是个精髓 我一定是个好人了 因为我是个狼 你们也别玩了 我一定赢了 全部推光 我十一九八全部亏光 都能赢 对吧 所以这个牌 你去想 你觉得八十个好人 原因是他把酒保了 但是你没想过 八十个好人 为什么不把酒打死呢 你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他为什么要去保了这个酒呢 但是你想八十个狼 他也赢不出来 所以你愿意放他 你精髓发话了 你愿意放他 我们平民牌 我是大学生 你是主播 我要听你话的 这个道理要讲的 我们要讲这个道理的 所以他呀 你说出时也可以 因为锦下出狼 也是蛮合理的 我觉得锦上四狼 因为这个七的发言 一直告诉我们 锦上一定要出四狼 他一定要去打三四五九 三四五十 要是出四狼 锦上四狼 而且他对七第一天 对着十一说 我觉得你有身份 像不像在做十一身份的 他这个七对十一 是有定义的 不像 他给我摇头 摇头就出局 我基本发现的时候 你对我点头 那就OK 摇头就出局 无所谓小姑娘 不要紧的 你先出去配合出局 因为八十一 总归是顺出 游戏就赢了 明天守卫再来个平安夜 牛逼 我觉得这个十二 我知道他一定不是个守卫 因为莫之卫 他挑个守卫干嘛呢 所以我去 很多时候说 我去守十一 好像搞得好像 一定要大家认识我 一定是个好人 这种牌一定是 一定是去扛刀的 狼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去刀这个十二 真的奇奇怪 狼在玩什么 五十两个人都不要了一个 最翻十三 三说五十郎 七说五十郎 但是你想 七这个发言 好像三七不认识这个 但是这个五认识七了 对着七说 我来站你边 七已经被埋场打了 前面一二三四 全部打他 然后这个七对着五说 我来帮帮你 七说我不要 你滚 怎么办 就是七被一群人打 然后五说我来帮帮你 然后他不要 他继续被一群人打 这就是七的发言 所以先出 刷回来 先出十一 再出八 游戏应该结束了 过来 请四号玩家发言 哎呀 九十一反正总归出最后一郎 我觉得八十好人 对吧 但是我心中 希望的是九十个狼 十一是个好人 因为成立于我井上的发言 那九十个狼 十一是个好人 那我就carry了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吧 我心中是希望九十个狼 十一 导播在 那个导师 很多导师在看吧 对吧 我井上是打了九十的 井下保了十一 井上我也点了 这个五说七八我也点了 对吧 九如果是个狼 我真的carry了 好吧 我想出九啊 对吧 九井上说 哎你十是个好人 对吧 其实我觉得九啊 为什么像个狼 其实你想一想 他井上他第一个发言 对吧 他作为一张老人牌 他没有安排他憨跳 他井上先说 我井上 我也是一张好人牌 我上来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是分渝言家 对吧 然后 然后分不了 然后第二个 做的事情爆水 爆水了之后开始做事了 然后打三四 保十 然后打八 对吧 八是个好人牌 对吧 三四是不是两张好人牌 十是不是个狼 都保错了 八是不是 九是不是讲 到底先出局 对吧 十一总归 我们这么多人保 先留一留嘛 对吧 九出局 游戏没结束 再出十一就是了 对吧 其实十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你十张好人牌总归是八九里面出狼了 我不知道你紧张什么 对吧 我们发言一个劲的点头 他们两个发言为什么不点头 我们这边名好人就点头 我不知道 我也不理解啊 对吧 然后 一 一在那个地方 打你十一啊 一脸严肃 二打你的时候 有点 二帮你打 帮你捶这个九 对吧 你有点不开心 对吧 你是捶的九还是十一啊 我不知道 二 哎呀 不说 我觉得先出九 好吧 出了九再出十一 好吧 看你怎么说嘛 都行 好吧 总归赢了呀 对吧 请六号警长发言 不是 这局游戏搞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你们一二三 三个人有点问题 你们是一年级狼杀 跟我讲警下一定要出狼 然后我在这个位置 我都跟他三讲了 不要来演我 然后我说去听十一的发言 我第一天就跟你们讲五七十 然后他八十一里面咽一个 他非要来咽我 然后你们说非要来咽这个六 这个六 这个六可能是个狼 不是 我怎么 我第一天发言怎么能是个狼 现在八十一 我们都不知道哪个是狼 现在就把这两个人摆在这边 我是想出这个八的 因为十一号玩家是一个女生 而且我认为你如果是个狼 刚刚在二发言的时候 你做出那样的反应 我认为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所以我愿意相信你可能是一个好人 因为二在打你的时候 你做出了表情 我认为不太像一个狼 因为这个九我觉得是个好人 你去想五的发言 五是一个狼 五的发言一直是 这个九一定是个好人 你们锦上 你们一圈都快把这个九打死了 然后这个五说 这个九一定是个好人 我不管九就是个好人 这个八为什么 不是你去想第一天 我第一天已经讲过了 为什么八号玩家可能是一个狼人牌 因为他说 三七两人发言都很差 他点出了七暴狼的地方 但他要去战变这个七 而且八第一天是压首的 我只看行为 八第一天是压首的 但那个十一跟着我们一起去投了七 我觉得不相干 因为这个九我觉得是个好人 你二我觉得是个好人 一是个精髓 四不能是一个狼 就今天先出八 出完八不行再把十一投了 因为不是搞成 搞这么复杂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非要让三来验我 然后三还真的来验了我 不是我是个好人 总归能发言发出来 你说这个八号玩家 这个小朋友发言 你能听出来个什么啊 你们这一轮都把他保了 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他说那我可能真的站错边了 是因为我六拿到了警惠 他已经觉得 而且你一 说他那个手只能冲了 他怎么冲啊 五七十 再加他 他们四票 他知道冲了票也不够 所以他冲不冲无所谓 他就压个手坐在那边看看你们 然后第二天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是吗 今天我想先出这个八 因为我觉得九十个好人明天再出十一也来得及 我不想干你们自己投吧 我会归这个八 过了 所以玩家翻案结束 请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八号 大家准备投票 慢举无效 三二一 请投票 四号 九号 八号 投给十一号 二号 六号 十一号 投给八号 一号 投给九号 八号玩家 出局 请留遗言 呃 八号玩家是让好人排 对吧 跟你们说了 站错边 我跟你们说 心路历程 你们又不听 好吗 我觉得十一号是狼 为什么呢 就 因为 就十一号是狼吗 我没什么好聊的 你不能盘九号吧 就我觉得最稳妥的做法呢 是应该先出九 因为这个一 这个二都保了我 出了九之后 明天再推十一 你推了我之后 明天这个十一 这个九 你怎么盘呢 有我们三票 挂在这个十一头上 这个一 挂这个九 那明天一号 跟你说九是狼 其他几个 说十一是狼 你怎么盘呢 肯定是先出九号十一里面 因为我是被保的一张牌 好吗 所以说警长 这归归错了 我觉得 大概率像是十一吧 这个九 虽然我什么 没什么作为 但是我可以说一下话 对吧 我刚好有水果呢 对吧 我觉得十一向狼 先过了过了 八号玩家 遗言结束 大家进入天黑 天黑 请闭言 先跟弹幕道个歉 不应该剧透 想了大家的观感 对对对 不好意思 因为这种局 蛮优秀的 好像如果不给视角的话 说实话 也不一定能盘得到 这个位置 因为狼选择这么打 我给了视角 其他三郎都蛮努力的 其实其他三郎 不过给了视角 也有给了视角的乐趣 没什么乐趣 然后就是八号玩家 我还是 太年轻了吧 年龄年后 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一点代价 毕竟他第一轮的发言是 三四六三 因为他说实话 是全场唯一 有站错边倾向的好人牌 所以当预言家 选择不厌他的那一刻 哪怕预言家 凭借他的配置 阿璐已经说了 他想保掉这样八号玩家 但是没有用 只要他在场 他是个平民牌 就是道理上 他永远会想抗对他 也会有好人牌 他想推他 因为从逻辑上来讲 你没有道理 先走一张发言 质量很高的 或者至少高过你的狼人牌 就在大部分局里 他是一张 不吃焰就吃退了 好 我们回去继续看吧 三 二 三 二 一 天亮了 昨夜二号玩家死亡 请警长选择死左死右发言 一号或者四号 请四号玩家发言 四号玩家发言了 是吧 二总归是张村民牌走的 对吧 你十一跟九都做不成首位牌 对吧 你们也做不成猎人牌 对吧 我觉得初十一啊 游戏结束了 对吧 初十一 你觉得呢 好 我觉得初十一啊 没的没的没的 没什么说了 就初十一游戏结束了 好吧 过了 请六号警长发言 不是 因为我昨天 我是讲道理去出的这个八 所以我还是 我真的有一点生气 因为你们一二都让他来验我 我是张首位 那天平安夜我守的这个二 所以他昨天被两刀砍死了 我想知道你一是张什么 因为你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十二被连死的是一个什么 我在想场上如果 现在目前坐在这的人里面 如果还有两张平民牌 那就一定是稳赢的 因为你一四是两张好人牌 如果你们中间有一张平民牌 我想去守那张平民牌 因为我们三个人里面 如果是两个神一个平民 那就一定是稳赢的 因为不管推他们谁 因为我昨天是没有守人的 不是这个道理吗 但是如果你们 你们是两个平民 不可能啊 猎人没有翻枪 因为被连死是可以发动剂的 所以猎人牌一定在场上 你们两个中间 不是 你们要是有张女巫牌没有跳 那今天就准了九十一里面出 出错我们就歇逼 我真的有一点头疼 就初十一吧 我还是认为九十个好人 我在听听你们的发言 因为昨天我没有去出 因为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我没有去出十一 是因为 二打他是个狼 他一直在那边做表情 你让我怎么去出他 因为我对这 因为我对这种事情 其实很那个什么的 因为平常娱乐局 我觉得也算了 比赛的时候 我是从来不会在别人 打我的时候露出表情 所以我认为他那样 可能是一个好人 因为大家好人 有时候会赖皮 所以我今天会听听发言 我 一 你是个什么身份 你跳下吧 因为保险 万一真的出错了 不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是个守卫 等下我听完发言 贵票吧 过了 请九号玩家发言 出十一号 上轮我们看一看 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我九号玩家 觉得十一号 十一号玩家 觉得八号 对吗 一号玩家 你首先要冷静 你是第一个跳起来 告诉我出十一 你举 要不要在九上面 好 我九一定是个好人牌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让普通村民牌 我只给你说 因为我只看到你 去的那张九号牌 他们都是投的 这张金帐投的八 这四号玩家投的十一 就这么简单 我就不用 我只给你说就行了 不是 你们现在如果说 我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说 如果说出了十一 如果说游戏 更加大胆一点 你出了十一 还没有结束 那我跟你说 就是你这张牌 一定 就说一号玩家 你实际上猎人牌 是什么牌 我大概不知道 如果出了十一 游戏还没有结束 那可能就是 四号玩家 可能就是了 就这么简单 我只是这么说一下 大胆的猜测一下 但我九号玩家 一定一定是张好人牌 我只是再给你们猜测一下 因为你们 因为一号玩家 已经东摇了 他没有出这张十一 他取了我这张九 所以说我一定要 先给你把水表干净 并且给你们 这样所有好人 把水表干净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 八 为什么那一轮 你们都觉得八相一张好人 所以我取了这张十一号 如果出了十一号 还没有结束 就只有这张十一号玩家 就只有这张十一号玩家 因为你们是两张金水牌 我希望 我希望这把好人 一定要赢 真的一定要赢 因为我觉得开场 是一个很完美的开场 只是到后面 你们想的太多了 想的太多了 我这个位置 再给你们 如果我是个狼 永远不会聊这些东西 还跟你聊什么 出了十一还没有结束 这的话永远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 就这么简单 我给你们再重新 再重申一遍 出了十一号玩家 好吗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锦夏不开狼 就啊 玩家一定是个好人吗 锦夏不开狼吗 我说了的 对吗 我说了的 你验6 验11个号 60个金水 就那十一号玩 这种开始表水 他没有表水 他没有表水 他在打人 就开始找人 准备找人扛推了 这一定不是一张 普通村民牌 该做的事情 对吗 你跟我同样的身份 你看我 一直在给他们表水 我说怎么怎么样 我希望他们能扔一下我 就这么简单 那你没有 你得打人 对吗 就简单 你出巴是为什么呀 就这么简单 别人那有人压手了 沃拉伦 为什么打死他巴 是因为我觉得 他的发言 有点点的 还没有听到你11号的发言 所以说我老人打死他这么巴 就这么简单 我怎么 就这么简单 出十一 游戏 过了 请11号玩家发言 我是一张好人牌 少龙我说过了 我可以认出 少龙后边要出我的时候 完全是接受的 因为那个轮次 我完全可以认出 但是现在这个轮次 我真的没办法认出了 好吗 因为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想获得胜利 我想和大家一起胜利 现在这个轮次认出 我觉得我们就输了 好吗 在场的肯定有一个村民 一个村民 一个狼 两个神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个四号 从头到尾没有干什么匪事 那如果你们去爬狼 叉叉狼的话 这个四号从头到尾 确实没有干一些匪事 而且这个三号发言 四号起身 就去站这个三号的边 我不知道呀 我总觉得酒的匪面 比四的大 你说我不去表水 我是一张好人牌 不是问题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从头到尾 一件匪事没有做 你知道我 为什么我要去表水 好吗 早知道我就上酒 哎呀 真的头疼 我是一张好人牌 嗯 四九 为什么我上轮去举票 那个八 我上轮发言就说过了 八九两张牌里边 我认为如果说 从第一天的发言来盘的话 这个九号玩家 他第一天的发言 一定是比这个八号玩家 爆肥的 但是八号玩家 他的行为 压手 我不知道呀 我是一张好人牌 好吗 四九 四九两张牌里边 其实我还是更倾向于 出这个九 因为那个四 从头到尾没有做什么肥事 如果去爬四 他们是狼茶茶狼的话 我觉得勾得也太彻底了 我不知道呀 我是一张村民牌 今天在四九里边出一个 我希望你们能来守我 好吧 过了 请一号玩家发言 只要你这把没有守过四 就你只要你昨晚没有守过四 我们是稳赢的 我们是稳赢的 这个四我已经保了 我确实上枪牌 二这种发言都是 爆女巫的发言 我真吃不消了 好吗 这种轮次还要爆神发言 本来这把我给来 就可能是突免一局 你们狼刀歪了一刀 我是狼 我昨天一定刀这个四 今天生死屁 你们这样已经打不了了 只要你能守四 随便出都赢了 是这样的 其实你昨天说的有道理 而且我注意到 锦上有一个小细节 七只狼牌 锦上是直接让这个 十一号锦下拍身份的 如果七十一针是双狼 七号这么压榨 这个十一号的生存空间 你这个狼童牌 给我拍身份 我觉得 如果真的是这么做身份 也没关系 让你多活一天 对不对 只要你能守这个四 我们就稳赢了 因为初九 你守四 他怎么刀都刀不够了 我是猎人呀 我是猎人 你是守卫 他是平民 你就给我守这个四 四我贴保了 昨天我保这个八 你没听我的 现在事实证明你是错的 我希望你能听我的 去守这个四 如果说初九游戏没有结束 我认为九是那个肥 是这样的 你锦上就 本来我认为你在做好事 因为我当时是十一是个肥 你锦上点对了 那现在看来 如果十一号成立一张好人牌 锦下没有狼 你在锦上高职位 第一个就点出了锦下 要开一张狼牌 我觉得现在回想过来 是有点问题的 是有点吃屎角的 是有点吃屎角的 今天我想干这个九 九出局没有结束 你去守这个四 怎么打都赢了 好吗 怎么打都赢了 看你自己吧 好吗 看你自己吧 我是想去归这个九 因为我认为九是最后一肥 因为如果七十一针成立双浪 我觉得七锦上那个是在敏十一 他不是在给这个十一做身份 他是在敏这个十一的身份 他说你七 你十一号锦下给我拍身份 我认为你挂想 这是他的原话 所以我可能会去拍十一是个肥 我去拍十一是个好人 九是个肥 我希望你们听我的 去归这个九 好吗 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请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 11号玩家 大家准备投票 3 2 1 请投票 4号 6号 9号 投给11号 1号 11号 投给9号 11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正义获胜 给大家复盘一下 本局老人为5号 7号 10号 11号 10号为老美人牌 女巫为2号 预言家为3号 猎人为1号 首位为6号 4号 8号 9号 12号 为4张普通村民牌 第一天首位空手 狼刀了12号平民牌 女巫开要解救 形成平安夜 预言家应了1号 然后老美人领了9号玩家 第一天白天 3号预言家拿到警徽 7号狼人被扛推出局 第二天夜晚 首位守了6号 狼刀了3号预言家 女巫独了10号老美人牌 老美人领了12号平民牌 预言家 预言了6号首位 第二天白天 5号玩家 选择自爆 第三天夜晚 首位守了2号 狼人杀了2号首位 第三天白天 8号 平民被扛推出局 第四天夜晚 首位守了6号 选择自首 狼刀了2号女巫 第四天白天的时候 最后一张狼人牌 11号被扛推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大家等待第三场 我们的白狼王首位 确实确实是我 看错了 不是我骗人 不是骗人 确实是我看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想骗你们 当然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玩这个游戏 要有自己的判断 不要对于场上 其他人给你的一些场外 你们如果在游戏中 不要因为 比如说就打个比方 就好比你们听到旁边 有人在狼队见的时候 有动静 你起来就认为他是个狼 但其实他就是个好人 有点痒 对吗 就好像比这局游戏 我们解说不小心 说了一些错误的信息 大家可能很多观众 就把我们的信息 误当成真正的信息 去判 发现好像很多人 还是要独立思考 还是独立思考 四的发言这么好 怎么可能是狼插狼 那个一号玩家 狼也太做作了 已经告诉你们了 七号玩家是个狼 不可能再查查他的狼队友了 四的身份已经够高了 所以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十一号玩家是个狼 十一号玩家很优秀 他是我们站队 好了好了 我们看一看 那个导师那边休息间吧 下一局就换人解说了 再见再见 我们首先要采访一下 采访一下剑十一 好吗 那个深圳 那个00后是深圳赛区的 先采访一下深圳赛区导师 剑十一 我想跟观众们说 我跟你说这个比赛有黑幕 我跟你说 你看他们就针对我这个八号学生 我跟你说针对到什么地方 你们想想你们16岁的时候在干嘛 包括观众们 观众们 你们想想你们16岁的时候在干嘛 人家一个16岁的小孩子 你可以来 祖招告诉他你16岁在干嘛 我就不说我16岁干嘛了 反正我说了很多人也不理解 反正就是干很牛逼的事情 好吗 你就说说你16岁干嘛呢 对不对 你16岁干嘛了 你刚才说 不是编出来没有 编了十分钟编出来了吗 你说你16岁在干嘛了 我16岁的时候在学习啊 就为了考上985和211 那有什么 不对 不是这样子的 我希望 那么多16岁的 不是这个游戏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在场的任何选手一些包容心 对吧 就因为为什么我觉得他们烦呢 因为他们在这旁边就说我8号的学生怎么怎么怎么着 对吧 但零分 说他们零分 好吧 我恳求死 求下他们才打了个什么1.2分 1.5分 那就没办法 但问题是什么呢 你要去想想对吧 可以去催吧 你们有没有铁头降错编过 没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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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不是 首先呢 不是 首先我们这个比赛呢 是公平公正的比赛 不能因为他的年龄 对 不能因为他的年龄 他有实力走到这个 有实力走到决赛 那他的水平一定不差 对吗 你干嘛 何必看扁自己的学生呢 建制导 对吧 我跟你说 这个游戏呢 不应该有包容 你知道吗 就是有包容这块都是被剔死的 人祖宙大刚才都说 人都不好意思说 你知道人也成名是不是 那会儿就16岁成了名 真的 特别牛逼 所以呢 就是给新万家一些包容 没有说不给 我们不是给分了吗 还给了1.5呢 是不是 还给1.5呢 这差不多了 来来来 你给多少 我1.5最高的 给多少 给1.2 我觉得首先 年轻人要为自己的行为 负一定的责任 对吗 8号 他确实是唯一一张站错编的 当然我承认我16岁的时候肯定读他 我16岁的时候 我16岁的时候 我还在认真学习 对不对 确实没时间玩这个游戏 好吧 没时间玩这个游戏 不是你们真的想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在干嘛 不是你们16岁的时候玩这个游戏能打到0.5分吗 对啊 对啊 你们16岁的时候你能打到0.5吗 对啊 对啊 你没带这个位置 对吧 你们没有在这个地方想当年对吧 我刚玩狼人杀的时候我站错边也没人给我打0分啊 对啊 气死了啊 建十一 这没有人情因素在里边 他值多少分就值多少分 那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站错边唯一一个站错边的 他是不是又站回来了呢 废话 冤家都死出去了 还没再站回来了 那还能是冤家老美人联走的事啊 杨佛 我打了2.2分 但是这个最高分可能要被去了 你去了一个最高分 最高分是我打的 我打了3.5分 那你是什么 我最高分 我跟你说 你够上去打 够呛能赢 你知道吗 对啊 我跟你说 换成张寿文上去打 我跟你说 这版游戏 好人都赢不了 你问问张寿文他能打几分 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边聊的差不多了 老韩可以了 毕竟 好好说 刚才两个解说 可是说9号玩家能得4.7分 我没说 谁说过呀 他说能打4.7分 你不能打4.7分 可以 可以吧 我打4.0分 你给你路哥拿几分 4.5分 路哥没方便 路哥把8包了 那边 行行行 等一下 这边电视字幕 那个弹幕他那会就没了 11个 11个是牢上游 你会认出了 他只能认得 他能打谁呢 他能赢不了 他还能扛了9 能扛4 你没有 他也能扛不民 吃的 他还没来 他还没带 他还没 我也没有 他还没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